狮子和老鼠 一个炎热的下午 狮子在窝里睡觉 一只老鼠从它的鼻子上跑过 把它惊醒了 狮子大吼一声 正要用巨大的爪子把老鼠压死 老鼠喊道 啊 饶了我吧 老爷 我实在不值得被您杀死 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而且我一点也不好吃 狮子昏昏欲睡地吼叫着 此外 老鼠吱吱地叫道 如果您现在饶了我 也许有朝一日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事 狮子哈哈大笑 但它把爪子抬了起来 老鼠跳出去跑开了 狮子笑着又睡着了 不久 狮子在林中觅食 陷入了罗网 有些猎人在狮子经常出没的小道上 布下了绊脚锁 在路的上方悬空织一张大网 狮子的脚背绳子一半 那张网就落下来 罩住狮子 把它困在网里了 狮子又扭又滚 又抓又咬 但它越挣扎 那张网好像把它勒得越紧 不久就动弹不得了 狮子见逃脱无望 怒吼起来 巨大的吼声 响彻森林的每个角落 那天夜里 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 它当然立刻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 就尽快跑到出事地点 它一眼看出是怎么回事 就停下来说 先生 别着急 我很快能让您出来 先生 请别动 说着它开始咬那根粗绳子 一会儿功夫 狮子的前爪自由了 随后头部和鬃毛也解放了 接着后腿也挣脱出来了 最后尾巴也摆脱了罗网 小老鼠答应过为大狮子做点事 它做到了 实际上它救了狮子的命 继继继继继续